你吃过最难吃的水果是什么? 下面公认最难吃的六种水果,你有吃过吗? 第一,榴莲 榴莲肉色蛋黄颇具粘性,营养极为丰富,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水果 有水果之王的美誉,它市场价格偏贵,少数品种单个售价高达600元 一直以来,榴莲因气味浓烈,始终饱受争议 爱之者赞其香,但厌之者怨其臭,唯恐避之不及 这种水果也凭一己之力,成为不少场所的禁忌之果 不允许被带入 第二,人参果,这种水果又名香瓜茄,茄瓜,香艳梨 它是一种茄科茄薯的多年生植物,与番茄有亲缘关系 果形多为卵圆形或圆锥形,成熟后果皮成淡黄色 表面会分布不规则紫色调形斑纹,果肉为浅乳黄色 吃起来爽甜多汁,据说还自带甜瓜的香味 人参果原产于南美洲,1988年北京农科院从新西兰引入市众研究 但因其含糖量低,吃起来不甜不酸,像喝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 口感也不太好 被公认为中国公认最难吃的水果之一 在众多水果中竞争优势不明显 不过人参果低糖低脂,可食率高达95%以上 富含植物高蛋白、维生素以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无机元素及微量元素等 能增加食欲,加强肠胃的吸收功能 曾被医学界称为生命之火、抗癌之王 除鲜食外,人参果可做蔬菜凉拌炒食烧汤 也可炸蒸焖炖等,还能够加工成罐头 果汁和饮料,兼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一体 鉴于其市场潜力,国内一些科研单位对人参果进行了选育 最终成功培育出含糖量比较高的新品种 外形更好,口感更佳 第三,莲物 莲物学名杨葡萄 本草纲目中称其为福桑 这种水果果形独特 生活中,常有人冲其颜值购买长鲜 但吃过之后,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复购 因为它并不好吃 中国人喜欢吃的水果 普遍偏于甜口脆爽 莲物水分很多 但甜度不高 其果肉如海绵疏状 吃起来口感并不好 多数人都不爱吃 第四,蛇皮果 这种水果外形奇特 下缘上尖 表皮成鳞片状 与蛇皮相似 故而得名 它原产于东南亚 我国主要分布在华南 川语等地区 果肉中富含脂肪、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以及大量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 是一种可以保障人体健康的特色水果 不过蛇皮果肉质干硬 口感酸色难吃 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第五,火参果 又名刺脚瓜 奇瓦诺果 非洲蜜瓜 原产于非洲卡拉哈里沙木 火参果果实独特 形似海参 表皮坚硬且凹凸不平 生长期间果皮为亮绿色 成熟后变成金黄色 是一种不错的保健水果 但火参果并不好吃 它子多且硬 吃起来淡而无味 不少人还要服役蜂蜜 才勉强能够下咽 第六,糯粒果 如果说 人们对榴莲是香是臭还颇有争议 那糯粒果的臭 则是毫无疑问的 成熟的糯粒果 具有强烈的独特味道 人闻到就想吐 难吃到被人称为 不断挑战味蕾极限的存在 不过这种水果味道虽不好 但在其原产地 也可作为旧荒的食物 不少原住民会以 鲜果沾岩生食 或是将果实 嫁入喀里内一起煮食 有的在食用前 也会先用火烤过 被当地人称为 上帝的恩惠 那以上公认最难吃的六种水果 大家吃过几种呢 此外你还知道 哪种难吃的水果呢